狄英到底有多宠儿子?每月给六万愿为他吃大便。曝光把儿子当皇帝养原因死了也愿意。 狄英和孙鹏的儿子。 孙曼佐被送到美国电书后,原本以为有大好的四景前程,却传出他威胁要涉及美国高中校园。 现在已经遭到警方逮捕,让他父母急奔美国想救回儿子,震惊整个演艺圈和台湾社会。 消息传出后,他表示一切都只是儿子的玩笑话。 却被大批网友痛骂,根本是不知事情轻重的妈宝。 据TVBS报道,狄英儿子近日对同学表示,5月1日不要来学校。 说自己要在当天持枪扫射所有人,让对方吓得赶紧通知校方。 最后警方上门将他逮捕调查,竟发现美国住处竟然有各种军事用病。 还有相当罕见的脚手装置。 让警方怀疑扫射校园绝非开玩笑,希望送他去做精神鉴定。 消息传出后,让很多台湾民众都很震惊。 不过不少人也表示,发生这样的事情,从平常狄英跟孩子的互动就可以窥之一二。 主持天后历经也在受访时表示给的钱太多,才会让孩子有时间想这些。 不过就有知情人士起底,其实他妈妈从小就对他极度宠爱,甚至为了他愿意吃大便。 据苹果日报报道,迪英里37岁的高龄产妇,生下儿子孙安佐。 后来十年内,虽然三度尝试人工受孕,然而却以失败收场,最后只好放弃,宠爱这个独一无二的孩子。 他除了全新栽培儿子就读贵族学校,还送他去布袭之类的课程,粗估一个月教育费就要花上五万元。 尤其深怕孩子一个不小心就营养不足,除了三餐以外。 还有早晚两次养奶,深海鱼,顶级牛校牌,一个月要花费超过一万元。 虽然总爱儿子也不是罪过,但有执行人士就质疑,迪英有没有教导儿子正确的价值观。 有消息指出,孙安佐曾经到同学家用餐时,被妈妈知道他吃的是稀饭,竟然嫌弃同学家寒酸。 从此不让他去,可说是宠爱过头,不过最夸张的是,孩子有一次问他,如果有人挟持我,叫你吃大便,奶吃吗? 迪英想都没想直接回答,我吃啊,让我死我都可以了,何况吃大便。 让儿子享受荣华富贵,自己却宁愿吃大便,让人看了相当傻眼。 消息传出后,让网友纷纷摇头。 怎么养才能养出健全的人?就是当人养,迪英这是把儿子当神吧。 从来不知道疾苦的人,就没有同理心,活该开玩笑然后被逮捕。 好扯哦,那最有问题的,根本就是他妈妈啊。 从小就霸凌同学。 从小就霸凌同学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地计划